大家好 欢迎大家点进这个影片 跟我想来来萨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我是魏维 这期的影片里面 我想要带大家解三个 你可能没有解过的迷你挑战 我现在人在这个地方 我在河半驿站这边 在地图的中央 偏东边 这里 这边有个迷你挑战 是咕咕技的挑战 你有解过吗 如果你往后面这个地方 走 你会看到有一个 NPC在这个地方 他说他的鸡不见了 那我们就来帮他找鸡 或者你已经 有看过这个支线日物 你不知道鸡在哪个地方 我来帮你找 有五只鸡 第一只鸡在旁边 在听音乐 你在这边 听音乐的这个地方 把鸡抓起来 这是你的第一只鸡 第二只鸡在驿站里面 你就走接驿站 会看到 另外一只鸡 这游戏有太多太多的迷你挑战 这是第二只鸡 第三只鸡在驿站的上面 一个在驿站里面 一个在驿站上面 你可以爬上去 但是你可以从驿站这个地方 通天树上去 像这样 我觉得比较简单 通天树到帐篷这边 然后再通天树到 头顶上 在驿站上面 有一个鸡 有一个鸡 像这样 我们还有两只鸡 然后你看 这个方向 有摆木头的这个方向 这边 摆木头这个方向 旁边有一个树 那个树上面有一个鸡 这里 这是我们第四只鸡 有五只鸡 我们一共要找五只鸡 我们先找到第四只鸡 最后一只鸡在水的这个地方 在河的中间 这样 阿西就攻击 那我们就来这个地方 利用这边的道具 做一个桥 像这样 我没有捏起来 我没有捏起来 捏起来以后 我再用我的 蓝图 做跟刚才一样的东西 做好以后 我们把这两个粘起来 像这样 然后我们还可以 让它更长一点 我们就拿这一大块木板 去抓我们的鸡 在我们去抓鸡的路程当中 欢迎帮这个影片按一个赞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已经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把小铃铛按起来 像这样我们就抓了鸡 第五只鸡也被我们抓到了 我们已经很快很快的速度 找到这五只鸡 像这样 然后我们来跟我们的NPC讲话一下 这个贝离斯 其实是我们之前在解 河半夜站这边的 任务的时候 碰到的NPC 我们之前已经帮过他一次了 所以他等一下会对话说 你们又帮我 又帮了我一次 瘦肉盖饭的事情也是一样 老是受我们的帮助 这是我们的 第一个 第一个迷你挑战 我们记得要解三个迷你挑战 第二个迷你挑战 你可能没有解过 我在这边 我把我自己传到 传到这儿啦 北边这边 森林驿站这边 在这个地方有个神庙 我把我自己传过去 这边有一个迷你挑战 可以解 在克鲁格森林的下面 所以他叫森林驿站 所以他叫森林驿站 我们过去咯 传到这个神庙以后 我们往前走 会掉下一个石头 掉吧 然后我们做这个石头上去 上去以后 我们到比较高的地方 我们把石头拿起来 我们等下来用这个石头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边 解迷你挑战 去那边 有一个冒烟的地方 你就看这个 有海拉鲁城堡这边 海拉鲁城堡的方向 有一个烟 我们去那个烟的地方 有一个迷你挑战可以解 大家有解过吗 我的话 我被他们一路 我都停摆下了 然后我们走开 还有一个玩意 可以 或者像这样 我都因为它们 也要停 crunch 你摆下来 去哪里 那里的地方 就是 你ザ 不然 我只要 我可以從上面飛比較快 推過去 推過去 沒錯 然後我們就出發 我把我丘利打開來 就往這個有煙的地方飛過去 這叫做老魯村落遺跡 在這個地方你會看到有 一對兄弟喔 在 礦理知識裡面就有他們 他們就一直在找寶藏 大家有解過他們的任務嗎 兩個兄弟的任務 那你來跟兄弟的其中一個人講話 就在你們中間 喔 那個寶箱 在沼澤這個地方喔 掉下去就完蛋了 沒有立足的地方 那如果 大家跟我一路這樣解下來的話 我們剛才做了 一個橋喔 去拿我們的雞 那現在我們可以 馬上把藍圖拿出來 來用這邊的材料來做一個橋 像這樣 我們剛才最後是做這樣的 一個道具喔 但是 這邊的木材不夠 所以我們只能做這個 四個木板的道具 四個木板應該剛剛好夠 像這樣 這邊還有兩塊很大的木板喔 不過我們不用那麼多木板 四塊木板就應該夠了 我就拿這四塊木板 來去當一個橋 像這樣來去 接我們的寶箱 這邊是沼澤喔 大家小心點 我人在這個地方好了 喔喔差點掉下去 差點掉下去 我再放穩一點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可以吧這樣 我就把我的寶箱拿下來 就拿到三個炸彈花 然後回去跟 那個兄弟復命一下 所以我們拿到寶箱 被拿走了 然後提到達拉姆的財寶 達拉姆的財寶 我們之前已經有拿過了 然後提到達拉姆的財寶 他說奧爾提那邊有個洞窟很可疑 我們在那邊已經碰過他這兩個兄弟了 我是不知道這邊原來還有一個直線任務 還有一個迷你挑戰 所以特別錄了這一集 這叫我們的寶物的挑戰 這是我們今天集的第二個迷你任務 迷你挑戰 那今天我們就要解第三個迷你挑戰 是我在解克洛格的時候 不小心發現的 大概在這邊 這邊有個迷你挑戰 我在解這邊的克洛格的時候 發現這邊有個迷你挑戰 我把自己傳到這個 諾烏達神廟這邊 我傳到這個神廟以後 不過這邊很冷 所以你最好換一下衣服 不然林克會被冷到 好 換好衣服以後我們往後面走 再來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生命蘑菇大家可以拿 不過我最近才解克洛格果實 已經被我拿過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 在旁邊這邊 你可以通天樹上去 會有一個地方可以通天樹上去 上去之後 你找到一個冒煙的地方 你看到這邊有個旗子 不是旗子的地方 是有冒煙的地方 在旗子的左邊 如果看到旗子的話 在旗子的左邊有個冒煙的地方 那個冒煙的地方 有個迷你挑戰 我們過去囉 這樣子我們來跟 上面的一個NPC對話一下 這是哈庫 哈庫說他被怪物發現 下面有很多資源物資 然後這些資源物資 被怪物盯上了 要我們幫助他趕走怪物 那大家可以用火箭盾啊 飛上去啊 或者是你直接 黏一個蝙蝠的眼睛 應該也可以 用蝙蝠的眼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在 要打三個 大鳥大蝙蝠 在這邊 把三個大蝙蝠都打掉以後 我們來跟哈庫講話一下 這樣他就可以繼續 運送物資回去了 他給我們一個子露比 那這是今天的 薩爾達蟲說王國師 也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幫這個影片按一個讚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好嗎 我們下一個網站 大家怎拍了 你可以選你遊戲機 黑子